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袁门 你现在不吃饭吗 一节三餐不吃 熊二 又是吧 好 不是 我说你爹爹 好 你吃过了 但是你的坐姿 你一定要注意 你坐的时候脖子 因为你现在止语嘛 求止语这块的气卡着 知道吧 与你这个脖子 脖子不正有关系 知道吧 你一定要把脖子正正的下巴没收 这样的这块气才能进化完 就你这两天有点卡了 气堵在这儿 学会深呼吸 把气沉下来往下深呼吸 这样你再持续一段时间 这块就进化完了 喉骨 喉骨 你知道喉骨要进化了 这个人烦恼很少 喉骨叫烦恼龙 喉骨你的烦恼就很轻安 就不会太烦 但是他修止语和容易进化这块 口腔的喉骨 所以他因为他现在正在修止语嘛 但是他坐姿都脖子上 他就这样窝着 所以这个气老是在这个后颈部跟肩边就卡住 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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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液的 看谁子的 放松 肩膀不够放松 颈椎也不够放松 原本就是 他像个人样子 就是放松嘛 就是平时要做旧子嘛 坐右坐下 他就是修儒家伙化 但是我不能说 不能 太像人样子就是 我们有太多人力的去见 但是也不能说不是人 这个也不是 但不是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佛了 不能做成下载道道 那老师我们在家中说自己要是少说话 嗯 或者是不是说去观房 就是一段时间在家不跟外界有这种接触 可以 如果你一段时间一段时间 其实真正的直语是心中无语啊 真的是到最后你抹空的时候 你心脉你会觉得这一块你是空的 你真的会有感觉你这个地方是空的 你心脉这一块 你嘴里说多少话 你也无话可说 与你说不说话真是没看到关系 所以释迦牟牛四十九年没说一个字 人家这二十块 无我的 在思想上 你会发现这一块的心脉这一块是空的 这一块没有东西 会有感觉的 瘦嘛 你发出的声音如空骨灰山 就像不是水就是空骨的回音 我们说话是有一个人在说话嘛 知道吧 如果空骨是没有人在说话 只是个回声啊 一个空骨里有一个声音在回荡 是吧 没有人发出来 但那个回音不是有人说吧 是吧 如果你真的开始这块进化完 空了的时候 起码转化完的时候 你的声音你自己听就像空骨的回声 其实是没有人在说东西的 就是空性里边流出来的叫真言嘛 他就像 但这个还不叫 原证了以后才成真言嘛 但是你会感觉到你的声音是叫空骨的回声 是无人 没有人在说话 在空骨里不断的回响 他就这样学 这就是从思想上学 刚开始谁都不可能打 他就这么学 直语啊 壁骨 就是在这条道上折腾吧 是吧 都朝个闭关啊 直语啊 壁骨啊 游游啊 参访这些 我觉得做一个在修正的问题 现在好了 有互联网啊 你借个老师 你不需要千里瞧瞧 就算你想借也 你坐飞机也几个小时 过来或者火车都交通很方便 以前都签你参访嘛 因为一个疑问自己解决不了 又找不到别人解决 他一定要找到那个 能够解决他疑问的老师嘛 所以以前你还出一个 北方到广东 找个六祖啊 或者什么 你要走好几年 有时候 现在我们在这条道折腾的话 借老师就很方便 还有网上也有 你打开网上各种有老师 没准哪句话就对应你了 有时候我们在根本的教法上 依止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他现在留下来的有经典嘛 你可以多少设例一下 好看的经典 大家都识字 不是说不识字嘛 那在日常的解决自己疑惑的问题上 有很多善知识 你在根本修法上 要是这样的政治结果在这儿 在身边的很多甚至三人型也会有你的老师 这些老师他有他的实证的体验啊什么 有时候没有哪个老师去触动你 帮助满大的 自己正在修 有时候一点点无你可以破好久 破一年 但那个老师一下痛破你 你可能一下子就管了 生意很多弯漏嘛 都可以游一游参访 闭关 闭谷 什么 反正就在修行的这些 潮语的方法都可以用 定做禅定 然后你觉得在一个地方待着好 你就在那个地方待着修 比如说一个老师好 修修修修 你实在不行 再走也可以 移动都可以 潮山 什么方法都可以游一游 如果你觉得不安的话 遇过了一切的话 还是不安 然后你就 那就歇心吧 坐在那儿 碰下决心 逼这些 关闭六哥去修修吧 尽管